日落西山你不赔 东山再起你是谁 我们经常都有听到这一句话 其实这一句话到底是 心灵鸡汤还是一个负能量 会害到我们的 我们都要明白 唐僧嘛 唐三藏我们讲西方起经 历经七七四十九难 如果没有这些 我们讲邪魔外道 这些妖魔鬼告出现 怎么成就今天的西经 怎么成就唐三藏 所以在我们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无论是哪一个人对不起我们 或者他们离开我们 在我们辛苦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非常地明白这一切 我们要明白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能量低 他们为什么会离开我们 只要往自己的身上 不断地寻找答案 往自己身上不断地力求 我们讲说自我 我们讲修正 你是永远不会进步的 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做你的好朋友 行不行 行 你先成为活成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你想找到一个特别对你 真传的人做好朋友 行不行 好的学生 但是教出来的学生 领悟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算领悟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们去发展的事业 发展的方向可能也不一样的 就发展的方向 事业都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发展的动机也不一样 就算动机是一样 方向是一样 事业是一样 他们的 但是心在一起 才能够称为团队 好 所以呢 带人我们要用方法 带团队要有方向 这八星蓝鸟 他才能够 升上去拖鸟 拖鸟就是他会用 三十八星蓝鸟 玩到场地 又玩到场地 然后 他们必须 周梁的准备 周梁的准备 过后 只是不能让他发射 就是 你把旁边的赤鸟拿来梅花铺 一样 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所作所为 我们所有讲话的语气 包括我们外在的行为形象 都已经出了问题 往自己身上找问题 往自己身上找答案 我们才可以逐渐地慢慢地进步 慢慢地走出这个音乐 然后这一杯才能够获得 最好的一个人生 东吴 好